这个韭菜蟹的水煎包,皮包蟹香,渲染酥脆,太香了,一定要给家人做一锅 先准备300克面粉,加3个酵母 150毫升的微水,少量多次的加入 搅成面絮状,揉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醒发至两倍大 接下来,把清洗干净晾干水分的韭菜切成碎丁,放到大碗里 然后再切好的韭菜里,倒适量的食用油,防止出水 再来,在碗里打入两个鸡蛋,搅成鸡蛋液 锅里的油热,倒入鸡蛋液,炒成小块 把鸡蛋块放得稍微凉一些,放到韭菜的大碗里 一小把油炸的河虾,用刀把它切碎 切好后放到韭菜里,增加鲜香味 再放一小勺食盐,少量的胡椒粉 这样韭菜馅就调好了 现在面也醒发好了,把发好的面放到面板上 下面撒上干面粉,揉搓排气 然后搓成长条 切成大耳相当的小面积 面积在上面撒上干面粉,防止粘连 把面积用手按扁,擀面上擀成面皮 比饺子皮厚一些 面皮的中间放入挑的馅料 两手像这样捏合在一起,不露蟹就行 全部包好后盖上保鲜膜,醒10分钟 垫底层预热刷油 醒好的包子放入,盖上盖子中小火烙汁 再来准备一个干净的碗,放一勺面粉,一勺淀粉 加拌碗水 做煎包想用底部冰花金黄酥脆 这个面水的调制很重要 烙汁底部像这样金黄色 把调制好的面水倒入 面水的量差不多是没过包子的三分之一 开大火手盖里面的汁水 再淋入适量的食用油 使底部更酥脆好吃 看底部都是冰花 特别的酥脆 上面松软好吃 再加上韭菜蟹的鲜香 特别是刚出锅,特别的香 也可以多做一些生皮 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煎一下就行 特别的省事 喜欢的朋友赶紧做起来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